- 歡迎收看汽車世界 - 沒錯我現在人在久違的大鵬灣國際賽車場 - 來進行我們這一次KIA EV6 GT的試駕活動 - 其實我大概已經五年的時間沒有回到這一個賽車場 - 來做實際車場的超駕體驗了 - 所以這一次KIA跟大鵬灣國際賽車場做的一個合作的體驗項目 - 其實我大概已經五年的時間沒有回到這一個賽車場 - 我覺得這一次KIA跟大鵬灣國際賽車場做的一個合作的體驗項目 - 真的是非常的令人興奮 - 還有另外一個令人非常興奮的點是在於 - 全新生娜美所導入的KIA EV6 GT - 這台非常純粹的性能 - 純電車正式的在我們面前可以展現出它的風采 - 其實我們今天主要試駕了幾個關卡的體驗 - 包含了全賽道的體驗 - 有幾點想要跟各位來做一下分享 - 當然不免俗的 - 這台車它目前還沒有上市 - 所以如果大家在看到影片之後 - 它實際已經上市了 - 我們會把售價放在旁邊 - 如果還沒有上市的話 - 那之後我們也會為大家補上它的正式的建議售價 - 我想其實KIA EV6 - 它算是在品牌裡面非常劃時代的一個產品 - 因為它代表著純電 - 它同時代表著一些跨界休旅的風範 - 再來GT - 後面所掛上的這兩個英文字呢 - 其實就代表了它是一個非常性能為主的一款車子 - 好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- 因為旁邊正有其他的活動在進行 - 非常的熱血 - 所以在賽車場 - 我們會聽到各式各樣的不同的雜音 - 傳到我們的收音裡面 - 這個點跟大家先做一個非常抱歉 - 因為收音可能沒辦法 - 非常的清楚 - 但是其實今天的EBO GT - 確實讓我們感受到了關於KIA的一些性能味的項目 - 以及它在實際操架上面的一些魅力 - 首先還是跟大家來講一下 - 其實關於它在外觀上面的一些更動 - 你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它在車尾上面掛上了GT的字樣 - 跟之前的GT代不一樣喔 -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純粹為性能所打造的車款 - 另外其實在它車尾的LED燈以及車頭的LED燈都完整的保留下來 - 非常鋪髒的一個保險桿的設計 - 還有在側邊它擁有的是一個霓紅綠的煞車卡鉗 - 包含其實在碟盤以及卡鉗的部分都有做加大 - 碟盤的部分是升級到的前380後360mm - 還有在車尾的尾端中央的正下方 - 整合在保險桿上面有5道LED的燈 - 它分別代表著它的倒車燈以及它的後霧燈 - 其實這個跟之前其他版本的EB6的設計上面有一些不一樣 - 當然來到車內你很明顯也可以注意到它在整個座椅的設定上面 - 已經換上了一個跑車化的統行座椅 - 它只能依靠它的手動調整功能來做調整 - 因為如果它今天搭載的是電動機能的話 - 它的車重又會增重不少 - 所以我想這樣子的配置也是合乎情理的 - 裡面大螢幕的配置 - 還有它在裡面的一些細部的設定 - 它也做上了一些例如跑車化的排氣管理系統的模擬 - 你可以設定非常多不一樣的聲音 - 來作為你車輛的音訊的來源 - 另外還有它關於一些性能的模式 - 就例如你在翻翻盤的右下角 - 你可以看到一個霓虹綠色的GT的按鍵 - 你一鍵按下去 - 它就會呈現出一個最為禁忌的狀況 - 而在左邊的模式的切換 - 則是使用了比較一般的 - 例如NOMO模式啊 - SPORT模式啊 - 這些模式可以讓你來做切換 - 但是如果你想要體驗到這台車 - 最純粹的一個駕馭感受的話 - GT的按鍵把它按下去 - 它絕對可以提供給你一個比較靜忌的氛圍 - 好的 實際來到操駕的階段啊 - 其實今天總共有三個關卡 - 包含了烙追的金卡納 - 包含了直線的加速 - 還有一個呢 - 是它飄移模式的一個體驗的項目啊 - 其實在金卡納的項目啊 - 你就可以感受到這台車的動態 - 它的轉移上面啊 - 其實可以呈現一個比較靈巧的感覺 - 還有它在電子控制的設定上面啊 - 其實它也可以讓你在 - 快要上市抓地利的情況之下 - 即時的把你抓回來 - 而在直線加速的部分 - 這是比較特別的 - 它不是0到100 - 它是0到160 - 在0到160呢 - 我今天跑出的成績大約是 - 8點多秒 - 不到9秒的一個範圍 - 而它0到100呢 - 也僅僅只需要3.5秒的時間 - 所以其實電動車的加速 - 它扭力的展現 - 以及它的動態的呈現啊 - 我覺得還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- 最後啊 - 來到一個飄移項目的關卡 - 其實在EV6 GT裡面啊 - 你可以藉由一個按鍵 - 還有後撥桿的操控啊 - 去開啟它的飄移模式 - 在這個模式之下啊 - 它整台車會調整成 - 最適合甩尾的一個方式啊 - 所以今天教練開車 - 載著我們來進行這樣子的體驗的時候 - 我覺得即便是在飄移的過程之中 - 它也可以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方向 - 當然我們媒體啊 - 不是每個人都是飄移專家 - 所以藉由教練這樣子的體驗 - 我們坐在副駕 - 我們依舊可以感受到 - 哇 其實現在的純電車 - 它是可以做到這些動作 - 而且是以很穩定的姿態來做前行的 - 最後的最後來到全賽道的體驗 - 首先想跟大家了解一下它的動態數據啊 - 它搭載了雙馬達的系統 - 並且搭載了兩組的逆變器 - 你的電力的傳輸啊 - 都要經由逆變器的轉換 - 去實際的傳達到你的電動馬達上面 - 來完成車輛的行進 - 一般的電動車啊 -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組的逆變器 - 來做交流直流的一個轉換 - 但是啊 - EB6 GT 啊 - 它搭載了兩組的逆變器 - 就是為了讓它的性能 - 能夠更為盡情的展現 - 所以在不同的模式之下 - 我們可以以不同的電流量 - 來做控制它的馬達 - 在一般啊 - 或是說運動模式之下啊 - 都是使用了其中的一組逆變器 - 但是當你今天按下GT的按鈕之後啊 - 兩組的逆變器 - 都會同時的來做運作 - 來做為它最大的輸出 - 驅動它的馬達成就 - 更為性能化的一個操駕 - 最大馬力可以來到585匹 - 而風紙扭力非常驚人 - 75.5 公斤米 - 極速達到260公里 - 另外呢0到100 - 3.5 秒之內呢 - 就能夠完成0到100的加速啊 - 在實際的操駕上面啊 - 我覺得開著一台純電車在賽道上面 - 尤其是在我們久違的一個大鵬灣上面 - 來做操駕 - 還是非常特別的一個體驗啊 - 尤其是啊 - 因為它搭載了一組 - 動能回充的機構 - 當你把它開到MAX - 也就是說回充性能最強的時候 - 它可以為你提供 - 當你放開油門 - 0.6 G 的一個自動的力道 - 而當你實際踩它的煞車的時候 - 它依然會有0.6 G 的自動的力道 - 在做回充 - 所以它的電量的管理 - 以及它在機械操駕之餘 - 它電量的消耗量啊 - 都是非常的低的 - 同時啊 - 其實在這個機構的加入之後啊 - 當你放開油門之後 - 它就已經先行的來做自動 - 所以在煞車的掌握上面 - 以及在整個慣性的掌握上面 - 在大鵬灣這樣子 - 彎道比較刁滿的區域上面 - 就要非常的去注意 - 它在自動上面 - 以及車輛軌跡上面的移動 - 其實它在加速上面 - 完全都沒有問題 - 你絕對是可以體驗到 - 可能同等價值的油車 - 所體驗不到的一個加速性能 - 但是在彎道的操駕 - 以及在動態的管理上面 - 我覺得就要多花一點點的心思了 - 它的電子避震器非常厲害 - 能夠即時的為你 - 車輛側傾做出硬直 - 它會直接為你做一些支撐 - 而且是在非常快速度之內 - 就去調整它的電子避震器 - 所以其實在支撐性的表現沒有問題 - 加速的表現沒有問題 - 自動的表現 - 提早擦車也不會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- 剩下的就是你油門 - 在彎道出彎的時候 - 你需要給多少 - 以及在彎中你稍微補那麼一點點的油門 - 你如果補太多 - 它可能會因為電子系統的運作 - 即時把你的油門給切斷 - 但是你如果補差不多10%到20% - 它下面有一個指示量表的情況之下 - 其實車輛會維持一個非常穩定的軌跡 - 而且在彎中啊 - 它就會形成一個比較優美的一個切彎的姿態 - 所以我認為啊 - 其實EV6 GT這台車 - 它是一台可玩性非常足夠 - 但是你必須要重新利用不同的思維 - 來去體驗的一台車 - 它很快 - 它的轉向非常的刁滿 - 另外它的電子系統非常的強 - 但是在開的途中你的自動 - 你的轉向 - 以及你油門補動的時機啊 - 是需要非常精確的來做控制 -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- 所有的條件都滿足的話 - 你會發現EV6 GT - 它可能成就出另外一個領域 - 非常具備操駕樂趣的一個感受 - 當然竹盤不齊備展啊 - 它的ESC - 以及它的電子車身穩定系統啊 - 以及它的電子線滑差速器啊 - 都完全配備在上面 - 當你今天開啟GT模式的時候啊 - 它其實會把你的電子車的穩定系統先切掉一段 - 你也可以把它完全的關閉啊 - 其實在不同的層級上面啊 - 你都可以體驗到不同的操駕模式 - 我們今天是直接使用它的GT模式來做操駕 - 所以啊其實在入彎之前 - 你一放開油門它的自動力道就來了 - 你再補一些些的煞車 - 在速度不快的情況之下 - 其實它就可以非常平順的來做過彎 - 但是在出彎的那一剎那 - 你要記得電動車它的扭力非常的大 - 所以呢你油門的掌控 - 你是否可以過去像油車一樣 - 你完全的油門下去 - 也不會太多的影響到它的車身姿態 - 這個都是我們需要去思考的重點 - 今天啊我們體驗的時間非常的短 - 在這短短的兩圈之中啊 - 我覺得我們可以以利用新的思維來作為 - 你未來電動車 - 所謂玩樂取向的一個考慮啊 - 一台電動車究竟可以成就哪些事情 - 它究竟可以多快 - 它在彎道之中啊 - 可以以怎麼樣的姿態來做過彎啊 - 這些都讓我在今天有了新發現 - 也非常感恩Key啊 - 其實推出了這樣子新的產品 - 甚至很快的導入台灣來做販售啊 - 來讓我們感受到 - 原來Key啊在這個 - 存電新的領域上面 - 下足的功夫 - 而且也展現出來的一個 - 非常豐碩的成果給我們 - 未來還有EV9在等著我們 - 那就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- 我是利益 - 我們下部再見 - 掰掰 - 順利 - 牧 Energy - 牧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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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